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英国中世纪史上一个比较重要的事件 这个事件也促进了英国向欧洲中世纪的一个重要的特征 就是封建社会国渡 那么这个事件就是被后人谈到很多次的洛曼征服 那么我们今天要开始回到英国当时的一个状况 那么我们要从公元九世纪开始讲起 当时的英国是处于昂格鲁萨克顺时代 我们在前面介绍过教皇格里高利一世 派他的大主教也叫伍斯丁去于公元九百五百九十七年去英国传教 是英国变成一个当时英格兰成为一个基督教的国家 并且在爱尔兰英格兰英人修了很多的修道院 我在前面积极讲过 那么这个英格兰当时不是一个统一的王国 他有七个王国就是七王国混战局面 就是诸和诸侯割据的这样一个局面 这个局面一直到公元八百八十五年 英格兰出现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这个人物就是英格兰编年史上的第一个泰国国军 他的名字叫阿尔弗雷德大帝 大家都听过这个名字 那么阿尔弗雷德大帝呢 就用非常高超的政治财人和他的军事手段 很快地就统一了英格兰 所以他在八百八十五年 当时时间是公元九世纪的晚期 那我们国家正好处于什么呢 唐朝末年的皇朝起义的这个时间 八百八十五年是皇朝起义 因为八百九百多少年是打下长安 差不多是这个时候唐末隆明起义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时间再回来 这个阿尔弗雷德呢 他做了很多事情 首先呢 他是跟 因为他是从 萨克森 就是从当时的德国的这个地方过来的 他们都是属于移民 当然英格兰当时不是光有这个 日耳曼部落的移民 他们还有一个移民 他们一个移民是什么呀 北欧人嘛 丹曼 丹曼海盗 他们也在英格兰这个北部和苏格兰 建立了他们的丹麦网国政权 所以当时英国的本土上既有 昂格鲁萨克森的本土的 当时他们移民啊 有些移民啊 我们现在把这个英国看成是昂格鲁萨克森的故乡了 还有一个呢 就是丹麦人控制的地区 所以这个阿弗雷德呢 采取了很多的怀柔手段 逐渐逐渐的呢 把这个丹麦人呢 给统化 或者说跟丹麦人打成协议 你们可以在你们的统治去行 实施你们丹麦律法 我们这里呢实行我们的 英格兰的三孙的这个习惯法 这个时间呢 是公元九四纪 好 那么阿弗雷德大帝呢 在位二十年 然后去世了 他去世之后 继承他王位呢 是他的儿子 叫张泽埃德华 这个时候我们出现了 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埃德华 英国的埃德华国王有很多 一直到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爱江山不爱美人的埃德华八世 就是那个 现在这个旅王 伊比萨白二世的大伯 他爸爸是乔治武士嘛 乔治武士哥哥是埃德华八世 就是他的大伯 也就是那个温莎公爵 爱江山不爱美人 也是埃德华 这个是张泽埃德华 是第一个埃德华 后面好多埃德华 蔡维德埃德华 长腿埃德华 埃德华三子 多了啊 这个我们以后再说 张泽埃德华和他的儿子 叫这个埃塞尔斯坦 他们两个人 两代人 都是属于很有才人的君主 叫这个恩威并济 文治武功 终于把丹麦人给搞定了 丹麦人至少说他们不再跟英格兰人作对了 我们可以打算联盟嘛 是吧 大家一起来统治英格兰人 其实这个时候我们不要认为 好像丹麦人过来是侵略 不是 是 大家都是外来的 理解了吧 萨克森人也是从欧洲过来的 丹麦人是从北欧过来的 英格兰人当时是土著人 土著人在哪里 在南部 威尔斯 还有北部 那个最老古老的那个凯尔特人 就是苏格兰人那一部分 他们讲盖尔语 和这个威尔斯人 他们应该是原来土著 后来的英国人跟丹麦人都是外来的 都是这个欧洲大陆过来的 大家都是 所以一人一半 你们实行丹麦法律 我们这边实行萨克森法 但是大家都统一在一个 统一的英格兰国王之下 丹麦人统一的 这个时候呢 就是第一个阶段就过 就是阿尔弗雷勒大帝统一英格兰 用三代人的时间 那接下来是九到十世纪呢 整个一百年之中的 这个阿尔弗雷勒家族的这个权力 是没有接受到过什么严峻的挑战 因为他们确实他们家三代人 他们很有实力 统一应该来搞定丹麦 所以他们的中央集权 是远远要强于当时的法国的 他们当地的各地的诸侯 不像法国那样 简直无法 五天来把国王给架空了 没有人诸侯敢挑战英王的立位 英王在英国想要绝对权力 军事上领土上征税 都有绝对权力 他们不下放给诸侯了 所以呢 这个阶段呢 应该说是英国的中央集权阶段 但是有一个事件改变了 英国的社会结构 就是我后面讲的 十一世纪中期发生的 洛曼征服 它发生在1066年 这是公元十一世纪的事情 那么这个洛曼征服怎么来的呢 我们就要从一个人说起 这个人大概是 阿弗雷达大帝的第六代孙 第五代孙 他的名字叫铁甲王 铁甲王叫 埃德蒙铁甲王 这个铁甲王呢 他跟丹麦的 露侵了丹麦国王 和他的王子 这个王子叫什么 卡鲁特 这个王子卡鲁特 也是一个比较能大的 这个将军 两个人齐碰敌手 打到最后 大家英雄相识 大家听到了铁甲王 朋友们 说明这个国王怎么样 你看铁甲王 肯定很能打仗 可他跟那个丹麦王子 卡鲁特两个人 就打到最后 咱们不打 咱们趁拥倒地 有点像我们传说系统中 那个炎黄的故事 不是啊 炎黄故事来自于 苏美尔的吉尔加美 是这个苏美尔 侮辱王这个吉尔加美 跟他的好兄弟 恩启徒的故事 这个是炎黄故事的原版 就我们从能压的东西操来的 就说明苏美尔 对我们中华文化是有影响 这个我在我的专门的 这个专辑中 传统文化跟 社会转型中讲过 这个我们今天不谈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 这个埃德蒙跟卡鲁特就决定了 咱们怎么决定 谁 都吃不了谁 咱们不打了 我们握手言和 你统治你的丹麦法律区 我统治我的撒克森法律区 我们两个人中 只要谁先去世了 另外一个人就自然而然地成为 整个英格兰的国王 大家说这个马上方蛮好的嘛 可是这个埃德蒙真的倒霉啊 他刚讲完这个合约之后 不只有几个月他就去世了 所以丹麦国王 这个丹麦王子 他当时还不是国王 是储君 丹麦王子 卡鲁特就按照这个协议 称为英安的国王 这样子 你想想看英国那些大贵族 他们肯定不干了 怎么可能弄成这个样子啊 但是大家都要遵守合约 卡鲁特说明这个人 英雄是英雄还是对的 他这个人相当有才干的 他的政治能力非常高 他把那些领主搞得扶扶扶扶 你们尽管信仰你们的宗教 尽管搞你们的征税 尽管做你们的事情 我们不干到你们 我还给你们开举认 所以卡鲁特这个人还是很有能力 他说一个外来的国王 他居然把英格兰治理的情境有条 大家一致好评 都没意见了 这个时候英格兰的政治结构 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变化 我讲的时间是公元11世纪 大家注意了 11世纪比13世纪大宪章运动 我们讲了很多次 1215年 就是804年前 英国英王 后来那个时候 已经是金雀花王朝了 现在是这个阿尔弗雷德大帝 是第一王朝 是英格兰第一王朝 什么问题 约翰跟他的男爵 约翰斯斯跟男爵 怎么样 签订大宪章 这个是200年之后的事情 现在 还没有 现在英国 虽然没有签订大宪章 但英国的政治结构 已经出现三权分立的一个特征了 我来读给大家听一听 第一个是这个王权和项权 他们主导行政权 就我前面讲过的 英格兰有国王 还有公项 公项也是一个大家族 是一个伯爵式息的 公项 就跟那个批评 是那个默罗翰王朝的公项 是有点相似的 这个是一样的 他们主管行政权 各地的行政权宽 因为英国采取的是中央集权制度 有点像什么 要像中国的制度 它下面设个个郡 听过吧 林肯俊 洛克俊 刘金俊 俊的长官是国王任命的 他跟我们东方的结构有点像 他跟法国不一样的 法国跟德国是什么 封建制度 我上期讲过了 英国呢 俊县制度 明白了吧 他中央集权比较强 这是除了第一个行政机构之外 它还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叫资 是叫资医院 对 没错 资医院 这个资医院跟我们晚清的时候 有一个叫资 资医院也有点像 就是议会 但是人家这个议会是真的议会 注意这个时间 当时的时间是一零几几年 是九几几年 它的时间比我们那个晚清 搞的一个资议会要早一千年左右 就是当时一千年前 英国人已经意识到要有一个议会 虽然这个时候的议会 它不是立法的 它没有太高的立法权 但它却是选举出来的 哪些人构成这个资医院的成员呢 由王公大臣 由封建领主 还有呢 主教 大主教 所以他们有三个成分 这三分成分的 应该说是当时 整个英国人的社会精英 对它进行 资议院 听出来了吧 国王和这个宰相 要咨询这些资议院人的意见 实际上它是个什么 议事机构 它跟议会是有点像的 但它有没有立法权 这个现在 这个学术界是有争认的 我觉得它在某些方面 是有立法权的 这是我讲到的 它的立法权 立法权跟习近政权分开了 但我们要注意 还没完 还有三权分离 还有什么叫 司法权 听清楚了 阿尔弗雷特的大帝 它成立了一个叫 横平法院的这样一个东西 我然后把这个东西看了一下 觉得它跟现在的法院 有点不一样 实际上它像什么呢 像秘书处 像各个市政府的办公室 它主要负责的是文书的处理 负责的是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起草文件这样的东西 它没有太多的司法审判权 当时的司法权是归谁的呢 归广 归各个地端的领主 各个地方的行政场观 当时的司法权呢 英国人呢 也是比较绅士的 他没有太多的这种 对别人的身体的惩罚 因为基督教是不允许侮辱别人的 所以它大部分的情况下 它是没有什么那个打人啊 鞭刑啊 杀人啊 杀口啊 没有的 没有那么多事情 但大部分犯罪的时候 比如你偷东西了 那怎么样 罚款 罚钱 你偷了一份东西 我发的十倍 大部分是采用这种经济贩款的手段 很少使用这种肉贫 更不要说断头台了 所以说英国人 那个时候都是挺文明的 我们看看当时的这个 中国情况呢 九几年 是吧 当时阿弗雷德家族设立这个 治医院和横平法院的时候 是十世纪的设定 中国处于什么 黄巢之乱的时候 就是这个唐末隆明奇 五代十国的时候 那个时候 幻黄历也是跟什么一样 大家猜猜猜猜猜 说实话 东方比西方确实要野蛮很多 我们要看到这一点 看到这一点 我们接着说 所以这个事情呢 就阿弗雷德家族一直统治到 这个家族 不打大地去世 他的子孙 统治到十一世纪 看似他好像没什么问题 他们这个家族可以统治下去 但是 这个时候丹麦人又来了 十一世纪初 丹麦人再次降临英格兰 这个就是我说的 这个丹麦王子卡鲁特 前面讲过了 1035年和这个埃德蒙 说错了 1016年和埃德蒙结盟 铁甲王埃德蒙 很快去世 但是他的这个 阿弗雷德家族还没有绝世 还有其他人 还有其他男性 但是这个卡鲁特代理英格兰国王 代理了20年 他在1035年去世 1035年去世之后 本来卡鲁特也有指示 他应该是可以继承或者享有对英格兰的集成权 不过这个时候丹麦出现内乱 他的这个丹麦人丹麦的贵族全部回丹麦本国去打内乱去打内战去 也是出现了这个处军之争了 所以这个时候 治医院就选举了 一个叫忏悔者的埃德华 这个人其实是 是这个铁甲王埃德蒙的哥哥 哥哥还不知道弟弟 反正是兄弟 这个忏悔者埃德华呢 在1042年就成为英格兰的国王 但是这位国王呢 无事 就没有子孙 说明这个爱德华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修道士 他可能没有结婚啊 他无事 那么这个爱德华参议者的 爱德华的母亲是什么人啊 母亲是法国人 那法国哪里人啊 法国洛曼尼人 听过吧 凡是看过二战电影的 没有人不知道罗曼尼是吧 罗曼尼登陆嘛 1944年嘛 六月肉日嘛 第一日嘛 罗曼尼公爵 他的封闭就在罗曼尼 这个他的母亲 忏悔者爱德华的母亲 就是罗曼尼公爵的妹妹 明白了吗 就是忏悔者英国国王 是罗曼尼公爵的外甥 理解了 他们是有血缘关系的 既然有血缘关系 他们还有第二层关系 什么第二层关系呢 就是 罗曼尼公爵公开的宣布 他自己也有享有 英国国王的继承权 为什么 罗曼尼公爵的孙子 叫威延公爵 后来是继承 罗曼尼公爵的爵位的 他是什么人啊 他是忏悔者爱德华的外甥 也就是他们两家 英国国王跟罗曼尼公爵 他们之间是有 联姻关系 而且不是一代联姻 有几代联姻 这个时候 罗曼尼公爵 新论的年轻的公爵 他当时继任爵位的时候 大概只有十八九 所以是个年轻公爵 他又是英国国王的外甥 既然我是你的外甥 你又没有儿子 舅舅去世了 他的国王 有没有权利归外甥去继承 这个当然都说了过去 我母亲跟你是姐妹 怎么可以不可以继承你的王位 当然可以 从技术学上的他也可以 但是这个威廉公爵 他遇到了一个对手 这个对手就是 参为者爱德华的公相 他的公相的名字叫 格德温 格德温是一个伯爵 这个伯爵不是一般人封的 是阿拉伯爵的大利封的 所以他在英国也是一个大公爵 不说错了 大领主 大领主 这个格德温就不同意 这个威廉 摘桃子 怎么可以呢 格德温有自己想法 什么想法 他有儿子 他儿子叫 哈德梁 哈德梁 哈德梁是罗马帝国的皇帝 哈德梁是罗马帝国的皇帝 哈德梁长城 叫哈罗德 哈罗德 哈罗德呢 这个人也是一个名将 也很能打仗 就是公相 就是公相的继承人 就是那个色纣王的继承人 相当于 也很能打仗 他有一次带海军出去打仗 不小心就遇到风暴了 遇到风暴了 他就被这个 洛曼里公爵手下的人给救了 他就被那些人 就变成那些人的服务了 然后那个威廉又说 我放你逃生 放你回去 但是 我们要打这个协议 什么协议 以后 由我来继承 英国的国王王位 当时哈罗德就同意了 当时 我看那个英国史书上 是有这个协定的 说明这个是真的 有这个史书上 大家要遵守契约的话 后来哈罗德 就不会再跟那个威廉打仗了 他们最后是打仗的 有这么事情 而且 为了证明这一点 威廉说 我这个人做事 是讲契约精神的 是吧 我们成为一家人会更好 是吧 所以威廉把自己的妹妹 嫁给了哈罗德 所以他们两个呢 是年金 不是年金关系 就是威廉是这个 哈罗德的大舅子等于 把妹妹嫁给他了 按道理来讲 阿罗德回去之后 就不应该再去反对 威廉继承国王了 但没有 他回去之后 知道有这么一个潜在的对手 诺曼尼公爵 要来争夺王位 他赶快怎么样 召兵买马 赶快把自己的武装 把自己的领地 武装起来 要知道有这么回事 这个事情呢 是发生在1066年 1066年的大概是四五月份 资医院就选举 这个说明当时的 忏悔之爱的话 已经去世了 他去世后 不久 资医院就选举 哈罗德为英安的国王 注意了 资医院选举 资医院什么人 我们前面提到过了 王公大臣 大封建主主教 他们共同决定 哈罗德 还是咱们本土的英国人 做我们的国王 比较好 你们法国人一边聚吧 大家想想看 这个时候威廉怎么可能 福气呢 咱们谈好的事情 我把你给放了 我把妹妹嫁给你了 你怎么来翻脸呢 哈罗德做国王 他觉得我也有权利 因为我是被选出来了 我也不是戴兵大的 他们资医院认为我这个人是 德才配位嘛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人家当国王 这个威廉 吐了一口水 怎么办呢 他就写信给教皇 当时的教皇 看到这个信 他就明白了 但是教皇站在哪边呢 肯定是站在威廉公爵这边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知道 我在前面讲过了 西法兰克和教皇是联盟官司 他们是西法兰克罗马联盟 他们是盟国 教皇也有国家 教皇国 他们盟国很多代 法国大主教是由 教皇手下第一红一主教 来担任公相 就是法国的首相 是第一红一主教 而英国的这个教会呢 是不受罗马主教控制 不受罗马教廷控制 英国教会主要是由这个阿尔夫列的家族影响 所以教皇就决定支持威廉 我来给你席地 你去打 威廉那个时候手上也没兵啊 他是一个公爵啊 当时的封建情况 我跟大家说过 法国的情况不像英国 国王一号召 骑兵就出来打仗了 英国可以这样做 法国做不到 罗马联公爵 他公爵手下又有伯爵 伯爵也有骑士 他没人 我不能开一辆小船去英国 说我把这个国家给打下来了 超人啊 不可能 怎么办 我也想了个办 咱们招兵来嘛 拿什么东西 招兵来嘛 空头支票嘛 我是有权力当英国国王的 谁跟我去打英国 把英国给打下来 咱们怎么样 我就封你当公爵 当伯爵 你骑士我就给你当公爵 哎 不错嘛 所以现在我们看 有的人就想 他妈 你这个不是画饼冲击吗 忘没之可 英国在你家手上呢 有国王啊 你怎么过来 把人家赶跑了 然后你把这个空头支票开给我啊 诶 还真的有人相信 还真有人相信 这个空头支票是可以兑现的 所以就不少法国人就跟他去了 结果偏偏这个时候 要挪威跟英国发生的战争 这个哈罗德国王带兵 要去平定挪威人的战争 他就北上了 这个战争发生在1066年的10月14日 在黑斯平斯战役中 这个非常著名的战役 哈罗德刚刚跟挪威人干了一场 南下来跟威廉登陆的军队干仗 按道理来讲 这个登陆的几个破游兵散用 你想想看 他刚刚争议过来的 说兵是无业游民无赖那样的人 居然把哈罗德国王的正规军全部给打败了 把他们全奸了 并且把哈罗德和他的几个兄弟 全部在军阵中当方阵吧 全部给他灭了 哈罗德和他的兄弟家族全部暂时杀场 那么这个事情就完了 最后胜利者就是威廉 威廉就成为英俄兰的国王 这个故事就是著名的罗曼政府 罗曼李公爵成为英国的 罗曼王朝的开辟者 就是英国的第二王朝 我已经说过了 第一王朝是阿弗雷特达迪的王朝 第二王朝就是罗曼王朝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欧洲众志节史 欢迎收看下一集 下一集我们把英文讲完 另外呢 要跟大家来讲 一个大家非常感兴趣的神圣同马民国 谢谢